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道18年的综合题 甲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 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 甲公司自20某一年2月 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的纳税年度起 享受三免三减半 三免三减半就是从某一年 某一年 某二年 某三年 这三年是免的 然后某四 某五 某六 这是减半的 也就是20某一至20某三年免交企业所得税 20某四至20某六年减半 正常是25%减半呢 这三年就是12.5%减半交纳企业所得税 甲公司20某三年至20某七年 有关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不一致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其他资料 第一个 20某七年度 甲公司实现利润总额是4500万元 第二 20某三年初 甲公司地盐所得税资产和地盐所得税负债没有余额 没有未确认的地盐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亏损 除了上面所述之外 甲公司20某三至20某七年无其他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不一致的交易或事项 第三 20某三年至20某七年各年末 甲公司均有确凿证据来证明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也就是相应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都可以确认为地盐所得税资产 第四 不考虑除了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费及其他因素 好 现在看资料一 20某二年12月10日 甲公司购入一台不需要安装即可投入使用的行政管理用的A设备 成本是6000万元 这个设备采用年数总合法记贴折旧 预计使用五年 采用年数总合法 这是会计上采用年数总合法 年数总合法就是分母不变 分母就是一一直加到 这是五年一直加到五 然后第一年就是五 第二年就是分子就变成四 分母不变 第三年就是分子变成三 然后分子变成二 分子变成一 它是这样的一个每年的折旧率不同 预计没有净摊值 税法规定固定资产 按照年限平均法记体的折旧 准意在税前扣除 这个是会计上规定的 税法上规定的呢 是按照年限平均法 年限平均法的话 这个设备成本是6000万元 然后预计使用五年 那如果按照年限平均法的话 每年税法上每年就是1200万的折旧 假定税法规定的A设备预计使用年限 及净摊值和会计规定的相同 要求 根据资料一 分别计算假公司20某3年至20某7年 各年A设备应该计题的折旧 并填写完成下列表格 计算假公司20某3年至20某6年 各年末的利盐所得税资产或者负债的余额 那其实这个表格呢 就是上面就是账面价值 下面就是计税基础 这说是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实际上就是让你算什么 就是让你算折旧嘛 是吧 就是让你算折旧 那那个原值减掉累计折旧 不就是账面价值吗 按照会计口径呢 会计口径是年数总合法 那个记得者就给它减掉 就是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呢 按照年限平均法 把这个累计折旧减掉 就是计税基础 他们两个之间的差额 就是暂时性差异嘛 2013年A设备 应该记体的折旧呢 这是会计上的 税法是年限平均法 年限平均法 一年就是1200万 会计上的呢 是按照年数总合法 年数总合法分母 不变1加2加3加4加5 分子第一年就是5 所以A设备 2013年记体的折旧呢 是2000万 2014年A设备 应该记体的折旧呢 分子就变成4了 计算出来呢 是1600万元 2015年 A设备应该记体的折旧呢 是6000 分子变成3 分母不变 计算出来是1200万 2016年 A设备应该记体的折旧呢 那就是6000 乘以分子变成2 分母不变 计算出来是800万元 2017年 A设备应该记体的折旧呢 就是6000 乘以一个分子是1 分母不变 计算出来是400万元 那就是按照会计 按照年数总合法 计算的每年的折旧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表 账面价值呢 账面价值呢 那就是按照原值 6000 对吧 减掉先应该的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 每年这不都算出来吗 然后就一减就完事了 计算出来 203年呢 是4000 204年是2400 205年1200 206年是400 然后到第五年呢 账面价值就是0 再来看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每年都是1200 因为它是按照年限平均法 所以第一年的那6000 减1200 减1200 这个是4800 然后再减1200 3600 2400 1200 然后看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之间的差额呢 就是暂时性差异 这一块第一年 某三年是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那资产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形成什么 形成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这个是800 某四年呢 还是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变成了1200 然后到了某五年 还是小于 还是这个1200 没变 然后到了某六年 这个是400 这个是1200 这个是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800 然后到这是0 好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变化 第一年是800 到这 增加400 到这 变化是0 到这 减少400 到这 减少800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暂时性差异 是怎么消耗的 到这有没有消耗 到这有没有消耗 这800 有没有到这消耗 没消耗啊 消耗是你得减才能消耗嘛 对吧 所以你这块是没有消耗的 到这有没有消耗 到这 到这也没有消耗 你看这增加是0 对吧 增加是0 然后它也没有减少 只有在减少的时候才是消耗 也就是说 从这 这一年 某6年 这是消耗了400万 然后某7年这 消耗了800万 根据上述资料一 计算甲公司 2053年至2056年 各年末 低延所得税资产 或者负债的余额 那都是低延所得税资产呢 对吧 都是低延所得税资产 因为这几个全都是 到某6年 全都是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所以都是这个低延所得税资产 那都是低延所得税资产 然后到2057年的账面价值 和计税基础都是相等的 所以它这个战胜性差异就变成0了 2053年末 低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呢 注意2053年末是多少 800 800 那么这800刚刚说了 什么时候开始消耗 到2056年开始消耗 因为到这儿到这儿都没有消耗 就是到这儿开始消耗 消耗多少 消耗400 到这消耗400 然后它是800吗 还有400到哪呢 就是到第二年 就是从这往后 就是某7年消耗 然后某6年的是12.5% 然后某7年的是25% 这个就是400乘以12.5% 加上400乘以25% 到2054年 2054年的是多少 2054年是1200万 1200万到哪儿消耗 到这儿消耗 从这儿消耗400万 然后到这儿消耗 到某7年消耗800万 所以是400乘以12.5% 加上800乘以25% 某5年的消耗也是一样啊 某5年 这是这儿消耗 这儿消耗400 这是消耗800 400乘以12.5% 800乘以25% 2056年末 低安所得税资产的余额呢 这个呢就是这块 2056年就剩800了 它是在这儿最后一年消耗的 800乘以25% 是200万元 再来看第二个资料 甲公司拥有一栋五层高的壁楼房 用于本公司行政管理部门办公 迁往新建的办公楼后呢 甲公司2057年1月1日 予以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 将壁楼房租赁给乙公司使用 好 原来是干嘛的 原来是本公司行政管理用的 也就是原来是自己办公用的 原来是固定资产 现在租出去了 那是投资性房地产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了 租赁合同约定 租赁期是三年 租赁期开始日是2017年1月1日 年租金是240万元 于每月月末分期支付 壁楼房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前 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预计使用50年 预计没有净贪值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后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 转换日 币楼房的原价是800万 原价是800万 寄提折旧呢 是400万元 寄提折旧是400万元 然后公允价值是1300万 好 那么这个办公楼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那就800-400 800-400是400万 而转换日的公允价值是1300万 转换日公允价值 大于账面价值 那这个我们怎么去做处理啊 是贷方差额 贷方差额呢 就有其他中央收益 那这个就是借记一个 投资性房地产 成本1300万 贷记一个固定资产 原值呢 是800 然后借记累计折旧 400 差额记录到其他中央收益 那其他中央收益 这个是900 然后呢 这个是按照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供应价值来进行后续计量 那么如果说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在税务上怎么规定 会计上我们是按照供应价值了 那么还要看在税务上怎么计量 先往下看啊 二年某七年12月31日 闭楼房的供应价值是1500万 好 到这成本1300 然后变成1500了 还得做会计处理 借记一个投资性房地产 代记一个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涨了200 这是会计上的处理 但我下看税法 税法规定 企业的各项资产 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 固定资产 按照年限平均法 具体的折旧 准欲在税前构出 假定税法规定的 闭楼房的使用年限 及净残值 与其转换为 投资性房地产前的 会计规定是相同的 那也就是说 在税法的方面 在税法的角度 这个处理怎么处理呢 这个处理它可以 计题折旧 然后计题折旧呢 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 那计题折旧 一年计题折旧是多少啊 原价是800万 然后呢 预计使用50年 预计净残值是0 所以它一年的 则就是16 这个是可以 税前扣除的 这是在税法上的 要求 根据资料2 编制假公司 20某7年 与币楼房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及其后续 供应价值变动 相关的会计分录 到这一问呢 它就是让我们 做这个 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的处理 还有供应价值变动的处理 那就是 借记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按照转换日的 供应价值 代计固定资产原价 800 借记累计折旧 400 这是主科目 这是从科目 主科目 从科目都冲掉 然后差额 由于是代方差额 非投转 供应价值模式下的 投资性房地产 代方差额 进入到 其他综合收益 代计 其他综合收益 900万 然后呢 到了期末 供应价值变成了 1500万 比这又涨了200万 所以是借记 投资性房地产 代计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200万 好 再来看资料三 20某七年7月1日 甲公司以1000万元的价格 购入国家 同日发行的国债 买了国债了 款项呢 已经用银行存款支付 这个债券的面值 是1000万元 期限是三年 票面年率呢 是5% 和实际的年利率相同 利息于每年6月30支付 本金到期一次支付 所以这个是属于 分期付息 一次还本 甲公司根据其管理这个国债的业务模式 和这个国债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购入的国债 分类为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那就是债权投资 税法规定 国债的利息收入 免交携索的税 要求 根据资料3 编制甲公司20某7年 与购入国债及确认利息相关的会计分路 那购入国债呢 那就是借记债权投资 代记银行存款1000万 然后关于利息 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利率呗 年利率是多少 年利率是5%和实际利率相同 然后它是7月1号买的 7月1号买的 所以在当年的应该是半年 一年的是5%乘1000 那是50 半年的呢 那就是25 所以这个借记应收利息 代记投资收益25万元 好再来看第四个资料 20某7年9月3日 甲公司向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 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捐赠现金600万元 税法规定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备扣除 年度利润是多少 题目告诉了 年度利润 告诉了4500万 12%多少 540万 好 也就是说税法上 只让你扣540万 而你这发生了600万 那么在计算当期应交所得税的时候 那么这个呢 是需要调增的 因为你扣了600万嘛 你作为这个捐赠应该是营业外支出嘛 你扣了600万 那税法只要扣540万 所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就给它调增 调增60万 一次 根据上述资料 计算甲公司20某7年应交所得税和所得税费用 以及20某7年末的地研所得税资产或者负债的余额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分路 好 再来看应交所得税 应交所得税呢 就是先算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呢 就是从会计利润进行调整 从会计利润进行调整 那么会计利润是4500万 第一个调整的呢 就是折旧 那折旧呢 在20某7年 税法可以扣多少 税法年限平均法 是1200万 而会计扣了多少呢 会计扣了400 所以这个还可以再扣800 所以折旧减掉800 还有呢 投资性房地产供允价值的上升 供允价值上升了200 会计上是进入了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但这块呢 税法是不认的 所以把这个 供允价值变动收益这一部分 给它减掉 还有呢 就是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税法计提折旧 这个在会计上没计提 会计上没计提 计提折旧就是原值除以 使用寿命嘛 50 所以年是16 年16 税法上是按照这个扣除的 但是呢 会计上它是按照供允价值计量 按照供允价值模式进行获取计量 所以它没有寄折旧 所以把这个折旧给减掉 还有呢 就是国债利息 国债利息会计上是 确认为投资收益了 税法上呢 这块是免税的 还有就是 公益性捐赠的调增 公益性捐赠呢 税法上是让扣 按照利润的12% 也就是540 而你会计上是扣了600 所以这部分多扣了60 这部分加回来 这是括号里面 这个就是 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乘以25% 计算出来的就是 应交所得税 是879.75万元 好 再来看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地盐所得税负债的余额呢 哪个涉及到地盐所得税负债 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然后地盐所得税资产还有没有 没有 地盐所得税资产就是那个固定资产嘛 固定资产到207年 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一样了 它就是零了 那么就是地盐所得税负债的一个余额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余额呢 那就是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就是它的这个 供允价值嘛 账面价值就是它供允价值 减掉 减掉它的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呢 就是账面价值 这个加括号的话 这里面就是减 对吧 这是它转换成投资性房地产之前的 账面价值再减掉这个折旧 减掉这个折旧 这就是它正常按照税法的计税基础 这两个一减 然后乘以25% 这账面价值显然是大嘛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所以这个计算出来是279 所以是地盐所得税负债 这个是应纳税的暂停差异 乘以税率 这是地盐所得税负债 然后再来看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呢 是等于当期的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就是这个 879.75 加上一个 加上地盐所得税负债的增加 减掉地盐所得税资产的增加 好我们看一下 地盐所得税负债是多少 279 但是别忘了 这279里面 有一部分 是什么 有一部分是其他中央收益的 有一部分不是你所得税费用的 有900万 有900万对应25% 是对应其他中央收益的 因为这个是 转换日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弱 这个900万对应的25% 是寄入到其他中央收益的 这个不属于所得税费用 所以把这部分寄到所得税费用里面 给它减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 地盐所得税资产的一个变化 地盐所得税资产到某6年 它还是多少 800 乘以25% 地盐所得税资产涉及到 这个就是固定资产 这个就是固定资产 在20某6年 还是800乘25% 到了20某7年 由于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相同 所以跟这个相关的 地盐所得税就是0 那所以呢 这个地盐所得税资产就相当于减少 地盐所得税资产减少呢 就是带地盐所得税资产 借所得税费用 所以增加所得税费用 这个计算出来 所得税费用呢 就是1133.75 好 我们看一下 换期处理 借记所得税费用 1133.75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当期的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 带记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879.75 然后还有地盐所得税 带记一个地盐所得税资产 地盐所得税资产就是800乘25% 这个是200 是上一期期初有这么多 然后这期变成零 变成零的话 那变化就是给它冲掉 然后带记地盐所得税负债 279 那这279里面有一部分 是跟其他综合收益相关的 也就是1300减掉400 然后呢 乘以25% 就是转换日的供允价值 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这个是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这个相应的所得税的 对所得税的影响 相应的地盐所得税 也是记录到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是225 好 再来看2017年的这道综合题 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公司 是一家上市公司 这个公司呢 二亩一六年 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其他有关资料 第一个 本题中不考虑除了 所得税以外的 其他相关税费的影响 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 税率是25% 甲电甲公司在未来期间 能够产生足够的 应纳税所得额 用以抵扣 可抵扣暂性差异 那就是说 该记 有可抵扣暂性差异 该记严所得税资产就记 第二呢 就是甲公司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外币业务 采用业务发生时的 记期汇率折算 要求 就甲公司 二某一六年 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 分别说明 其应当进行的会计处理 并说明理由 分别说明 有关交易或事项 是否产生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与记税基础的暂时性差异 是否应该确认 相关的严所得税 并分别编制 与有关交易或事项 相关的会计分录 好 来看第一个资料 1月2日 甲公司在天猫开设的 专营店上线运行了 推出了一项新的销售政策 凡在1月10号之前 登陆甲公司专营店 并注册为会员的消费者 只需要支付500元的会员费 即可享受在未来两年内 该公司专营店购物全部七折的优惠 这个会员费不退 且会员资格不可转让 1月2日之时 这个政策供吸引了30万名消费者 成为假公司天猫专营店的会员 有关消费者在申请加入成为会员时 已经全额支付了会员费 那也就是说 他现在就收到了多少 收到这么多 每个人500块钱 总共是30万个 那就是收了1亿5000万的这个会员费了 那么收了这个会员费 说会员费 甲公司应该怎么处理呢 能不能确认收入啊 不能确认收入 对吧 因为你收了这个会员费 还没有给客户提供服务呢 所以收的这个会员费呢 应该是作为合同负债 由于甲公司在天猫开设的专营店 刚刚开始运营 甲公司无法预计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及未来两年可能的消费金额 税法规定呢 计算所得税时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确认收入的10点 作为继税10点 那也就是说 税法跟会计上规定是一样的 会计处理 甲公司对于收起的会员费 在收取10点 应当作为合同负债进行处理 在两年内逐期摊销 记录收入 理由呢 就是这个款项虽然不退 但是其赋予了消费者 在未来两年内消费打折 打期折的这样一个权利 甲公司富有在未来两年内 履行这个承诺的义务 而且呢 由于甲公司 无法有效估计 这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金额 可以按照时间来分期摊销 记录存益 会计分录 借记央商存款 代计合同负债 1亿5000万 然后呢 那就有两年嘛 两年有效期 所以一年呢 就是分摊7500万 借记合同负债 代计准业有收入 7500万 由于税法规定计算所得税时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来确认收入的10点 作为继税10点 所以税法和会计确认收入的10点 是一致的 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不需要确认立言所得税 好 再来看第二个资料 2月20日 假公司将闲置资金3000万美元 用于购买某银行发售的 外汇理财产品 这个理财产品合同规定 理财产品存续期为364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是3% 这个是预期年化收益率 如果说预期年化收益率的话 它满不满足 本金加利息的这个要求 不满足 如果说预期年化收益率 那也就是说估计是3% 可能高于3% 可能低于3% 这都是正常的 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 所以从现金流的角度 从现金流向特征 它能不能分裂为贪予成本 能不能分裂为其他债权投资 或者说是以供应价值计量 前期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这两类都不行 因为它不满足本金加利息 所以这个只能分裂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 然后再往后就是 不保证本金级收益 不保证本金级收益 所以它现金流 根本就不满足 合同现金融资产是本金加利息的这个特征 持有期间内 每个月的一日可开放出回 假公司计划将该投资持有值到期 这个就是给你挖的坑 就是扰乱视听的给你挖的坑 你如果只关注这 持有值到期 这不是怎么有点像贪予成本吗 但是关键点是看现金流 贪予成本必须得满足本金加利息 它这个不满足 只能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当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呢 是1美元等于6.5元人民币 那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开始的入账价值就是多少 就是3000万乘以6.5 2016年12月31日 根据银行发布的理财产品价值信息 假公司持有的美元理财产品的价值呢 是3100万美元 当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 1美元等于6.7元人民币 好 这是期末的供应价值 那期末要给它调整到这个 和一开始吸出的成本之间的差额 进入哪里呢 进入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税法规定对于外币交易的折算 采用交易发生时的机器汇率来折算 但是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持有期间内的公允价值变动 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也就是说会计上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税法上是不认的 那会计上这个是账面价值 税法上是什么 税法上其实就是按照你购买的时候的这个 这是税法上的计税基础 会计处理 假公司应该将购买的外汇理财产品 作为以供允价值计量 前期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来核算 理由呢就是这个理财产品不保证本金及收益 因此不能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也就是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的特征 入当价值呢 那就是3000乘以6.5 这个是19500万元人民币 期末确认的供允价值变动及汇率变动呢 这个是3100万乘以6.7减掉3000乘以6.5 这个计算出来是1270 1270万人民币 记住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快捷分路 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是取得的时候 取得的时候按照这个 是19500万 代记央存款19500万 然后到了期末 确认这个供允价值变动 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涨了1270万 代记供允价值变动损益1270万 这个会计处理和税收处理不同 也就是二某一六年12月31日 这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 账面价值是这么多 计税基础其实是这么多 产生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这个差异的金额呢 其实就是供允价值变动的这个金额 是1270万元 需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就是这个乘以25% 计算出来是317.5 借记所得税费用 代记地盐所得税负债 317.5 好 再来看第三个字 假公司生产的乙产品 中标参与了国家专项扶持计划 这个产品的正常的市场价格是 1.2万元每台 假公司的生产成本是 0.8万元每台 按照规定 假公司参与这个国家专项扶持计划之后呢 将以产品销售给目标消费者的价格呢 是1万元每台 国家财政另外给假公司补助款 是0.2万元每台 也就是说正常市场售价是1.2 那么我给消费者呢 从消费者这收1万 然后从国家这补助 所补助0.2万 所以对于国家的这个补助款 是不是无偿给你的 不是 是你销售对价的组成部分 所以对于国家给你的补助 应该作为收入来确认 2.16年 假公司按照这个计划 共销售以产品2000台 销售价款及国家财政补贴款均已收到 税法规定 有关政府补助收入 在取得时计入到应纳税所得额 那这个呢 我们会计上处理 这个政府的给你的这个补贴 其实这个就是属于销售对价的一部分 这个我们收到的时候也是作为收入 所以税法上也是收入的时候 作为应纳税所得额 也是作为收入 所以这个会计和税法上处理是一样的 会计处理 假公司收到的国家的财政补助款呢 作为收入确认 理由就是因为这项补助的受益者 并不是假公司 而是这个产品的消费者 因此假公司正常确认收入 或者说假公司从国家取得的 从政府取得的补助款 是属于这个销售对价的一部分 所以应当确认收入 怎么说都可以 只要把这个表述清楚就可以 会计分路 借记银行存款2400万 代计总业务收入2400万 也就是1.2对吧 乘以2000台 然后这1万呢 是从消费者这来的 0.2万呢 是从政府这来的 然后节转成本 由主人业务收入就要节转成本 然后成本呢 是0.8对吧 0.8 所以乘以2000的是1600万 借记主人业务成本 代计库存商品1600万 收到的国家财政补助款 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相同 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不需要确认低延所的税 好 再来看资料4 约3是 甲公司自外部购入一项 正在进行中的研发项目 支付价款900万元 甲公司预计这个项目 前期研发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出行 预计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流入呢 足以补偿外购的成本 那也就是说 它购入的这个 其实就已经满足资本化条件了 对吧 因为如果说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我们说研究阶段的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研究阶段的全部费用化 是因为它并没有形成技术 并没有形成技术 并不能够形成这个无形资产 研究阶段其实就是开开会 对吧 调研调研 但是呢 这个呢 已经形成一定的技术出行 而且预计带来的经济利益流入 足以补偿外购的成本 甲公司组织自身研发团队 在该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 当年度共发生研发支出呢 是400万元 通过银行存款支付 甲公司发生的有关支出 均符合资本化的条件 这是二毛一六年末 这个项目仍处于研发过程当中 税法规定 企业自行研发的项目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资本化的部分呢 其计税基础为资本化金额的 175%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费用化部分呢 当期可于税前扣除的金额 为费用化金额的175% 会计处理 甲公司购入的研发项目 作为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可算 发生的研发支出 记录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它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花了900万买进来的 还有一个自己发生的研发支出 因为这个都是满足资本化的嘛 题目也说了 满足资本化 所以记录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当中 理由呢就是 预计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流露 足以补偿外购的成本 而且后续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 好来看会计分路 购买的时候 借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900万 代计银行存款900万 支出的时候 自己发生的支出 借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400万 代计银行存款400万 研发支出的账面价值是900加400 1300万 计税基础呢 按照资本化的175% 是2275万 由于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产生暂时性差异 但是 因为这个交易发生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赢纳税所得额 而且呢 不是产生于企业合并 所以不需要确认 迪延所得税 好 这就是关于本章的全部内容 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介绍了 所得税核算的基本原理 那所得税核算呢 就是会计和税法的一个口径不同 对吧 那会计呢 我们是按照会计准则 账面价值 税法呢 是按照计税基础 那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 形成暂时性差异 然后呢 这个在计算所得税费用的时候呢 先计算当期的所得税 然后再计算地盐所得税 这两个一加 就是所得税费用 然后我们介绍了资产的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 等于未来期间 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 负债的计税基础呢 等于账面价值 减掉未来期间 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 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 就是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之间的 差额产生的差异 那暂时性差异呢 分有两个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还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就是资产的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 负债的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呢 就是资产的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负债的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 这个低延所得税资产 还有低延所得税负债的 确认和计量 那么对于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它就会形成低延所得税负债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呢 就会形成低延所得税资产 就先乘以一个税率 对吧 就是应纳税的乘以税率 一般25% 就是低延所得税负债 这个乘以25%呢 就是低延所得税资产 当然这个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呢 只有是在未来能够产生 足够的一个纳税所得额 能够用得上这个可抵扣的时候 它才能够确认成低延所得税资产 那么低延所得税呢 它的去向有几个 最常见的 如果说它是跟损益相关的 那就是所得税费用 如果这个是由于所有者权益 比如说由于是其他综合收益引起的 那么这个低延所得税呢 它对应的科目 就是所有者权益 如果说这个低延所得税呢 是在企业合并中产生的 在企业合并中产生的呢 那它就是基础商与 然后对于特殊情况下 是不确认低延所得税的 有几种特殊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 比如说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是免税合并的情况下 这个商与 商与由于账面价值和计税技术不同 这个不确认低延所得税 还有一个呢 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你长期持有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话 那么这个 它的差异就不会实现 对吧 这个低延嘛 或者占实性 它就是通过时间的延长 它要实现 如果你准备长期持有这个 长期股权投资的话 它这个就不会实现 那就不确认相应的低延所得税 还有呢 就是这个初始确认的时候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呢 也不是企业合并产生的 初始确认的时候 既不影响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这个 它也不确认低延所得税 比较典型的呢 一个就是 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科转战 这个是初始确认的时候 它不是由于企业合并产生的 然后初始确认的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这个不确认低延所得税 然后最后我们介绍了 这个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所得税费用呢 就是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呢 就是当期所得税 这个就是按照 税法口证计算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低延所得税 低延所得税呢 就是这个 低延所得税当期的发生额 包括低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 然后减掉低延所得税资产的 联延所得税资产当期的增加 好 这就是本章的全部内容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弃耳不舍 金石可漏 大家继续加油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各位